2021年9月 谭先生在嘉兴同乡市 池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购买了这辆宝骏530 花了6万多块钱 他说车子开了三个多月 变速箱就出现了问题 店里现在都是一直给维修 两年来一直维修到现在 变速箱那个修了四次 都是现在就是一直在维修 我怀疑这台车就是质量问题出现 谭先生说 维修变速箱的过程中 他在车辆结算单中 发现了一个问题 姚依兰开票日期写着 2020年11月30号 这比他实际买车的日期 早了10个多月 找到嘉兴同乡市池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现场一位周店长介绍 把情况反映给了厂家后 系统里的开票日期 已经更正 厂家呢 根据这个发票 调整了正确的日期 之前20年销售过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只开过这一张发票 那什么原因 可能性很多 有可能 录错 也有可能系统出错 这个都有可能性 这个何时不倒 那确确实实 系统捏动 有时候 有时候可能 这个也有可能 那我们现在 按照正常来说 我们现在就是 按照正常的客户的发票 厂家也进行了更正 而且这个系统呢 存在的问题 我们也没有说 推卸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直都是说 保修 保修 三包的时间跟什么 都是从开票资料开始 目前客户所有的 我们这里的 所有的维修记录 包括保修记录 都可以查到 都是按照发票 开票日期来进行的 没有影响 任何客户的一个权益 至于变速箱的问题 周店长表示 根据文修保养记录 谭先生确实 倒电五次 反映变速箱漏油 但他们检修之后发现 不是每次都存在 变速箱漏油的情况 检查的过程中呢 就是有两次 确实是由风 有点漏油 跟变速箱有点关系 那剩下三次呢 其实是跟变速箱 没有关系的 谭先生要求退车 周店长认为 达不到退车的条件 记者跟谭先生 一起把情况反映到了 同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88黄剑记者 嘉欣报道